大家好,歡迎收看帶你掌球商,我是Brian教練 今天帶你一起看的球賽是東區第二輪老鷹對上七柔人的系列賽第一場比賽 吹樣是如何用高位掩護來摧毀七柔人的防線,我將帶你解析一次 這次分析我將分成三個部分 分別為左手發動的高位掩護,以及右手發動的高位掩護,還有右手發動的高位雙檔掩護 這三個部分有什麼不一樣呢,我將分析一次給你聽 我們這邊先看到第一個重點是吹樣在 要用左邊發動攻擊的時候,他會先將球運在右手 畢竟他是一個右撇直的球員,所以你盡量把球保護在你比較強的那一隻手是比較好的 當你的隊友上來進行掩護的時候,同時你才 做變相的動作,將球換在左手邊 這個是 Timing的配合,同時你把球一直運在右邊的話 你在變相的時候,第一時間比較不會受到防守者的干擾 因為防守者會把他的防守 注意力一直放在你的 右路的攻擊動作上面 當吹樣在過掩護的時候,他這邊會做一個修正 角度的技巧 因為他在通過掩護的時候,第一時間他的角度會是比較朝向 兩翼的 那透過這個技術他可以把角度修正成攻擊籃框的位置 守球的人選擇是追防的 的策略 所以 當你有掩護者有效幫你破壞掉 守你的人的防守位置之後呢 這邊我們要看到 協防者會先擋在你的前方 同時 另外一名協防者也收縮在禁區 那 你持球者的攻擊已經 沒有任何空間的時候 卻讓這邊 收了球 同時他的視線 不能一直放在 比較有 空間的這名隊了 你的視線必須要是 很 要能夠看得到場上所有的隊友 所以 當你的視線能夠做到這個樣子的時候 你就比較能夠用 眼神去 混淆防守者的注意力 那這個技巧我們稱為視線誘導 所以當隊友接到的時候是一個空檔 並且剛好可以完成 AUTO 好這邊我們一樣注意到最樣都是運右手 當掩護要過來的時候 同一個時間 才換成 左手 這個是一個你要發動的 Timing 所以你一直運右手的時候 你同時也可以 混淆 你的對手 再來 還有一個 重點是 因為要發動的是 左手的 HIGH SQUIN 所以你運球 你帶的位置 你必須 靠在 右側邊 這樣子你在通過右左左手邊的時候你能運用的空間會比較大 你比較不容易 被 防守者 往邊線 盡量讓你的位置留在高位 當通過掩護的時候 你的攻擊的角度要想辦法是往籃框的方向攻擊的 所以讓這邊 過了掩護之後 在罰球區域的區塊做了一個 START的動作 減速的動作 同一個時間我們一樣要講到的是 視線誘導的技巧 這邊眼神 必須要去 Check到很多個地方 所以 在 收球的時候 視線 不看籃框 看著外圍有空檔隊友 用這個方式 視線的方式來去吸引到防守者 的注意力 尤其是 斜防者 這個時候有個重點是 不需要太擔心 原本你 守你的人 你需要專注在攻擊 斜防者身上 那也因為視線誘導的關係 所以防守者會 比較難去預測 你等一下是要投籃還是 傳球 當你要 傳球或投籃的時候 你在那個moment 才做決定 防守者 會很難去守你 這邊他一拿到球的時候 直接是 左手 因為這邊不是運球過來 當發動的時候 需要做一個 小跳步 好發動自己的 加速攻擊 當運球過來的時候 第一步 一樣是 往 籃框的方向攻擊 我們看到這一個腳步 你第一時間要往蠻框 的方向攻擊 但是因為 9OMB已經把 這個路徑給踩住了 所以 這邊選擇一個 左手 撤彈跳的動作 這個動作有一個好處是 你可以 把這個空間給拉開來 防守者持續追訪 讓手 Screen的人 去 守到你 這樣子他就會 離 這個 Roman要去 走的路徑 比較遙遠 所以這個會逼著 後面的 防守者過來 進行輪轉防守 好 所以我們看到 因為 被拉開的關係 當 守的人 追回來位置的時候 9OMB 一樣 離沒辦法擋在 這個Roman的前面 所以 鞋防者 另外一個Rotation的人 過來擋住了這條線 我們看到空檔出現在最遠邊 這個人我們稱為 Helper 就是他必須幫忙鞋防的人 所以當鞋防的人 回到原本的位置 守到他原本的人 所有的防守位置都回歸的時候 他才要回去找他的人 持久者的本事就是 你必須要有能力 找得到這個空檔 再來你要能夠傳得快 又傳得精準 這邊我們一樣看到 我們要把位置帶到 是好發動左手 高位掩護的位置 就是你必須帶到 球場右側邊 這樣子你等一下才會有 足夠左手才會有足夠的空間 去做攻擊動作 所以當 掩護要過來的時候 一樣 球運右手同時 換到左手 但這邊因為 七柔人的防守策略有所改變 所以 第一次的掩護被 停住了 那在過來的時候 一樣 還是運右手 然後再換到 左手 同時掩護上來 這個 必須要配合得很好 才能夠發動得很順 當過掩護的時候 最讓這邊做的技巧 是snake 那會做snake的原因是因為 原本要攻擊的這個路線 上面都被防守者給 擋住了 所以 進攻者必須去 找一個空間 比較大 那現在這個空間 就是 長在右手邊 所以這邊 做了snake的技巧 Raweman剛好下來 可以擋住原本 手球的球員 然後 這樣做一個 Stayback 技巧 投籃命中 透過這部影片的分析 希望你認識更多高位掩護的攻擊技術 觀念 那如果你想看更多影片的分析 記得 訂閱我們 JTC的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強烈力器》 每次要透過 我們下部影片消息 ça架得到 麻煩 我們下部影片